酒店式的迷你仓服务 是前所未见的 45分钟免费泊车 有专车,不用跟人搅车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迷你仓的通道是这样的? 你告诉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Outdoor Living和Wow Living的店长 我叫飞机 今次要跟大家介绍 不是产品 是我身后面的一栋 全新的Store Friendly Tower 它的位置就是在红图到尾 你看到左边就是开圆道 地铁站沿着开圆道走过来 都是5分钟左右 这个迷你仓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由宾馆式,即是荔精大宾馆 变成荔精大酒店 这个是酒店式迷你仓服务 是前所未见的 它在港九新街都有四等 观塘有一等 粉碧高纳小学 对面有一座 沙基湾东区中心后面又有一栋 荔枝国在景处对面有一栋 准备开了 今天叫了我朋友车来 他指高分钟 原来他说里面有一叉电 好,那进去看看 到来就有45分钟免费泊车 什么都够了 来到这个停车场 最重要就是你不用铺鱼 无论你有开车没有开车 高高车来到 只要你是这里的租客 一样可以有45分钟 上下方免费泊车 如果你又好像我的朋友 特意要开电动车来 你看到了 有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充电位 都不会有很多人在 因为你是要这个租客才能来的 喂,店长,45分钟不够怎么办 教个小贴士给大家 你只要退出车 车回来 又有45分钟 免费泊车和充电 大家看到最远那里 有很多车仔 你一停下高高车 或者停下你私家车 即时可以拿来用的了 飞机店长有停车场 有什么那么重要 普通工厦那些迷你仓 哇,你一下雨 真是麻烦 叫你在街边搬点东西 高高车又说要走了 你又没有带着车仔 那怎么办呢 这里呢,全部问题图理解结了 酒店式服务就是这个意思了 酒店式大堂 没有吹水 整栋大厦都是很友善的 下水货了,像我那样 新水新汗了 躲下冷静一冷静 先喝杯东西 不用急着 然后呢 整个车的东西推上去 就是这么简单 车仔最重要呢 不要拿走 放回停车场 就可以了 还有免费WiFi上网 又有沙发 细心度一个点呢 有转铁 不用跟人搬铁 24小时呢 你都可以接受到的 晚上可能朋友们突然说 要买单车 随时拿东西就开出发了 每个租客都会有一张 这样的assess卡 24小时都可以assess到自己的仓 下面这里 这样呢 它就自己开仓 一进来 你又没有见过一个迷你仓的通道 是广到这样的 你告诉我 好像我们这些户外人呢 麻麻烦烦地 来到要收拾一些工具 很宽阔很阔落 绝对开了 自从飞机店长两个女儿出世之后呢 我扔了无数玩具 那想着女儿大一点 才可以放多一点 这个想法是绝对错的 因为两个女儿越大 她需要在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多 自己就做大书桌 加加上一个摆衣 所以几百元可以换我一个使用的空间 飞机店是多玩的 蛙鞋也挺对的 单车 那我那些攀石 旅行箱的东西 旅行行箱 都放过来 原来都可以 如果你想搭高一点 可以在Dorveni 买一些纸箱 买高去向高空发展 有我自己的空间之余 旅女儿在家里 有更多的空间 几百元一个月 继续有多划 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 因为我快要离别它了 平时它放在我床底 汁鞋盆着我睡 那现在呢 就要留它在这里了 还有点点提示给大家 这扇门来到很烦的 自动关门 击死了 原来它有设计的 开到尽力 它就自己会关门 弄东西便方便 好了 到走的时候 只需要关门 你可以在Storefanny 买一把锁 或者你自己带一把锁头来 鎖住 稳定安全了 自问天下间有迷你仓 可以迷你得这么舒服吗 优美的音乐 优压的环境 跟朋友们冷静一冷静 真的没得受 最不应该拍的地方 飞转帐都大大大来看一看 收拾一下东西 突然间有点灵感 可以来这里 多干净 坐在这里想一想 是天下难得见这么干净 迷你仓的一个自动 介绍一下它们的红酒仓 它们的红酒仓 的装饰 绝对比一般新楼的会所 如果你租了红酒仓的话 可以设计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玻璃门 拉起来 自动一个 推翻自己这张卡 进去 好像一个大雪柜门 进去 就有很多不同尺寸的红酒仓 恒温恒濕 据我的理解 很多卖红酒的行家 都是有用迷你仓 和外面的粉酒区 如果几百元 可以让家人多一点空间 自己又可以有私人的空间 放一些淋测的东西 放一些自己的兴趣 算起来又好像挺好处的 加上酒店式服务 珠珠伏伏 都真的挺划算的 希望大家喜欢 飞机店将这个推介 慢着 记得 订阅我们手机S 里面有最新推介 最新的推介 多谢大家 拜拜